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张乐园图 记得我之前玩它的时候 跑了很久都没有过 所以这次我想重新试试 看看用我现在的技术 能不能过关以前让我一难平的关卡 看着这些我曾经走过的关 思绪回到一年前 那是这个图很火 有很多人玩 每个房间里面都是爆门 虽然图片丢了 但是那些技艺却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以前的小菜蛋 现在也已经变成了大菜蛋 对于这些关卡 已经能轻松跨过 但心底还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终于看到以前过不去的关卡了 之前老知道了这里 就被抓到了 也不知道现在行不行 现在才发现 这里原来是二阶段的开始 终于摸爬滚打到糖果瀑布了 当时就是为了和蛋打死打卡跑的这个图 但结果就是努力了好久都没到这 现在也是终于到了 一条全是弹床的路 竟然让我走了一年多 真是没想到 这张图原来这么长 好了我这么久都没到 后面的关卡也是越来越难 但好在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还不是很大的问题 也是终于到了终点 看着这些曾经的过去 心里还是不禁陷入涟漪 原来我好像和之前的自己相比 失去了一些东西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是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